五分钟之后,楼下的门铃就响了,然后十秒之后,魏小线,不走寻常路的,直接从二楼阳台跳来下来,往蓝忘机怀里扑依依,吓得蓝忘机差点把手机的蛋糕盒子扔出去。 别墅的门是指纹的,不存在小线从窗户跳下来就回不去的情况。 但是,蓝忘机很生气,这也是蓝忘机和小朋友认识了三年多的时间里,第一次生气。 小朋友用指纹把门开开之后,蓝忘机看似没什么反应地进了门,但是在把门关好之后,一不知道怎么想的,等等等等,不该这么做,自我检讨。 回去抄佛经,魏无羡小朋友猛的原因就简单多了,屁股被打了,他屁股被打了,他爸妈都没有打过他屁股。 要闹了要闹了,马上要闹了,气韵丹田,趴鸡,手里被塞了一个超大的蛋糕盒。 很沉,随便颠一颠就知道里面得塞了多少好吃的。 一一别以为好吃得多我就不生气了,我是那么好哄的人吗? 是,魏无羡把自己的大嗓门咽回肚子。 哼,看在好吃的的份上,不跟你一般计较。 家里没人,每周六或者周日,小魏的爸爸妈妈都要把宅子扔家里,扔一百块钱让他自己解决晚饭,然后出去过二人世界,魏无羡已经习惯了。 嘿嘿,今天蓝二哥哥来家里了,有人给他做饭,小魏,敲咪咪,拿下一百块。 魏无羡均训半个月而已,蓝旺鸡还每天都想办法进学校送点补给,明明每天都见面的,也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可聊的,但是魏无羡就是能一个人巴巴地会声会色。 一个小时,两个小时,三个小时,晚上十点,院子里大门开了,为爸爸为妈妈约会回来了。 蓝旺鸡这才反应过来一一,糟了,聊太开心,忘了时间。 他还没走呢,这时候出门,不是正好撞到人家爸妈眼皮底下,来小朋友家送甜品家做饭,结果聊开心了,晚上忘了回家,现在他爸妈回家了还怎么办? 在线等,挺急的。 为爸爸为妈妈,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,小朋友不以为然,但是蓝旺鸡肉眼可见的慌了。 怎么办怎么办,本来打算十点之前离开的,结果小朋友一撒娇一摇胳膊,他就没忍心走,又多做了一会。 这下好,遇到人家父母了吧。 蓝旺鸡开始整理自己的仪容,整理领子,调整表情,大脑飞速运转,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一一解释自己为什么大晚上在卫家,一级战备状态。 魏武县小朋友躺沙发上颗薯片的声音传来, 蓝二哥哥你着什么急啊? 我爸爸妈妈就算回家了,也不会来我房间的,他们才懒得理我,安了安了,这么晚了,要不然别走了呗,留下税了,我的床也挺大的,而且小猪圈刚被蓝二哥哥收拾过。 现在正干净着呢,蓝旺鸡,一级战备状态,大破房。 刚才鼓起来的士气,一下子歇了。 小朋友刚才说,让他留下税,明天起大早,再走的话,好像也不是不行。 等在客厅里,本打算和侄子聊聊天的叔父,半夜打个瞌睡才反应过来。 咦? 忘记是还没回来吗? 依依他侄子长本事了,会夜不归宿了。 小朋友的卧室在二楼最左边,为爸为妈的卧室在三楼最右边。 照理来说,只要为爸爸为妈妈晚上不闲着没事溜达过来,蓝旺鸡就不会被发现。 嗯,与其现在出去被发现,不如留宿一晚,他明天起大早离开。 依依他可以睡沙发的,小朋友的猪圈还是挺大的,沙发也躺得下,蓝旺鸡在心里把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。 但是依依,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干涉因素,也是最不稳定的一个因素。 魏无羡。 他没带睡衣的,只能穿小朋友的睡衣,宽松版的睡衣被他穿成了紧身衣,裤脚也短了一截。 但是好在穿进去了,应该不会崩坏。 蓝旺鸡本打算在沙发上给自己铺个床的,可还没有开始铺。 洗漱完毕的小朋友从卫生间跑出来了依依,哇哇哇,蓝二哥哥,你身上这么多肌肉的吗? 平时看不出来,怎么这么有料? 喂,小流氓,无羡,围着蓝旺鸡开始转圈,还时不时伸手摸一下。 终于,过度兴奋的小线发现了蓝二哥哥手里的被褥。 线线,是我的床不够大吗? 总之,撒娇卖萌,撒泼打滚,魏无羡还是把被子抱到了自己的床上,非要和蓝二哥哥睡一张床。 他也得逞了,手放在人家腹肌和胸肌上一晚上,就是苦了蓝旺鸡,一整晚都没睡着依依。 这不是重点,重点是蓝旺鸡早上四点半打算离开。 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,小心翼翼地摸黑下楼,然后在楼梯拐角处,和正小心翼翼藏私房前的魏爸爸碰了个面。 咦,小伙子你怎么在我家? 蓝旺鸡,真正的射死不是夜宿小朋友家被发现,而是大早上四点半离开。 本以为计划周密绝对不会被发现一,却在大早上遇到了早起偷偷藏私房前的小朋友的爸爸。 不过幸好,魏爸爸显然也正在心虚,不敢大声说话,把一张红票票卷起来,塞到花盆的假石头下面,然后拍拍手。 你当没看见哈,已婚男人都这样,以后等你结婚了就懂了。 魏爸爸,一副过来人的语气,蓝旺鸡,不敢说话。 唉对了,你是昨天晚上就过来了吧,又来当田螺小伙的,我儿子的小猪圈很难受是吧? 辛苦了辛苦了,也不知道他从哪认识的你这么好的朋友,这样的朋友我怎么没有。 魏爸爸一个人小声巴巴,蓝旺鸡,不敢搭枪,这么早就走啊,要不要留下吃个早饭啊? 没错,魏爸爸是早起做早饭的,且热情好客,蓝旺鸡,不知道该怎么说,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 但,很懂事的伸手帮忙了依依,总不能看着小朋友的爸爸做饭。 她等着吃现成的吧,那不得成复分啊,于是依依,等日上三干。 藏色妈妈和小猪同学揉着眼睛从楼上下来的时候,就看见了摆在客厅的满汉全席早餐。 魏无羡身上装了雷达,一眼就看见了穿着围裙的蓝旺鸡。 蓝二哥哥,你没有走啊,小甜点欢快地围了过去。 藏色妈妈,谁来告诉我发的了什么? 还有,好像有点不对劲,眼神微微瞇了瞇,正在家里喝养生小米粥的蓝老先生突然收到了来自藏色发来的消息。 手里的饭勺差点掉到地上,是一张,尽品满汉全席的早餐的照片。 蓝旗人,什么意思,有老公了不起啊,给我发这个照片做什么?炫耀吗? 一点都不健康,一点都不养生,一点都不想吃,但是他不敢这么回消息。 打了又删,删了又打,最后什么都没法。 但是这不重要,藏色显然也没打算等他回复,紧接着第二条消息又发过来了。 断的话,试 performers去払择。